这个故事是在和一个朋友吃饭的时候听来的,故事多少有些诡异,那就是千万不要吃家生的饭,因为那是阴间饭,我有一个朋友,他是福建阿龙岩永定人,有一次专程来厦门找我喝酒聊天,为了等他,我中午饭也没吃,心里盘算着晚上好好搓一顿,一直等到下午四点多的时候,我的这位朋友才姗姗来迟,等他到的时候, 我的肚子早已经饿得咕咕直叫,于是便被我拉去吃饭,原本是想请他去吃烧烤,顺便整点啤酒,两个人聊聊天,但这位朋友说天还还比较早,先吃点点点肚子,晚上再去喝酒,于是我也只好答应先去随便吃一点甜甜肚子,凡是在福建等地,比如厦门,福州等,在这些地方带过的人, 可能都会知道有一个小炒,叫龙岩小炒很出名,也就是龙岩人开的小炒店,简简单单地炒家常菜,价格便宜还实惠,所以深受大众的喜爱,于是出了宿舍, 我就带着那位朋友在楼下一家龙岩小炒店,随便炒了两个菜,菜炒好后,我就去装了两小碗米饭,推到了朋友的面前,朋友也不客气,拿起筷子便开始吃, 但刚吃了一口,他就放下了,我还没吃,看着有些奇怪,就问他,我说,你咋不吃了,不饿了这会儿,朋友冲我摇摇头,说道,你吃一口便会明白了, 我愣愣地望着朋友,拿起筷子夹了一口米饭,就放进了嘴里,刚吃了几口,我这才知道那米饭是家生的,正是家生饭,所谓家生饭,也就是半生不熟的那种,有些地方便叫家生饭,我强忍着不浪费的原则,把米饭咽了下去, 我说道,这米饭没熟透,朋友点了点头,我又接着说道,不过,这也能吃啊,这时,朋友又冲我摇了摇头,跟我说道,家生饭不能吃,难道你没听说过吗? 我顿时便是不解,脑海中充满了疑惑,问道说,这个我怎么没听说过,我看你是饿得轻了,朋友只是笑笑,便不再说话,只是吃菜, 米饭却一点都不再动,朋友说道,其实,我原来的时候也没听过,后来也是听我们那里的一个老头讲的,那是前几件的事情, 有一次我跟一哥们去县城晚安,回来的时候比较晚,已经下午六点多了,我们还没吃饭,于是就在郊区附近的一家小炒店,炒了两个菜,老板把菜炒好后,我就和朋友去打米饭, 可是米饭刚吃一口,我就发现了,那米饭是家生的,因为有些饿,我就没顾忌那么多直接吃,但我那个哥们,跟老板嚷嚷了一声说饭是家生的,怎么吃,那老板也很厉害,吼着说爱吃不吃,朋友没责,就只吃菜,这个时候,进来了一个老头子, 那个老头见我在吃饭,就走到我跟前,跟我说,家生饭,不要吃,千万不要吃,听到这里,我也赶紧放下了筷子, 不再吃那碗里的家生饭,便问道,你没问他为什么,朋友白了我一眼,示意我不要打断他, 我点了点头,便不再吭声了,朋友继续说道,当时我也奇怪,就问他为什么不能吃家生的米饭,但老头怪得很,就是不说,他炒完两个菜,提着就走了,老头那一走,我的心算是被他抓住了,怎么想都不明白, 于是,我就跟朋友,赶紧结完账就追了出去,跟着那个老头走了一路,最后到了一个小卖店门口,当时,小卖店门口坐着一个老太太,老太太见老头回去,就把饭端出来,俩人开始吃饭,见人家在吃饭, 我和朋友也不好上去打扰,就站在路口抽烟等,差不多等了半个多小时,老太太把碗收拾走了,我和朋友就赶紧过去了,老头见我过去,似乎也知道我要问什么,就跟我摇摇头,说不要问,还是不知道的好, 可是那老头越是这么说,我就越是好奇,似缠着他问,最后老头无奈,就跟我们俩说了刚才他进店的事情,我愣了一下说道,难道老头进店,看到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,朋友点了点头,肯定了我的说法,开始讲那个老头进店后看到的东西,老头跟朋友说,当他进店的时候,就看到店饭包前围着几个那种东西, 他们一直在闻着锅里米饭的香味,所以,老头当时就断定锅里的米饭是家生的,因为,只有家生的米饭才是给死人,或者鬼吃的,在传说中,鬼吃东西跟人不一样,鬼一般都是闻气味便可以了,所以,老头说的那种东西,也就是只有鬼在吃店饭包里的米饭,也正因为这样,老头才跟朋友说,家生饭不要吃, 吃了不好,为什么不好呢?这也很好理解,老头跟朋友解释说,就好比别人吃过的饭,嚼过了,又吐出来,再给你吃,你会吃吗? 所以,这从心理上,和卫生上都让人无法接受,而鬼吃过的东西,一般也都没了香味,食之如同嚼辣,朋友当时听了就很害怕,他说,自己害怕的并不是那个家生饭是鬼吃过的, 而是听到,一群鬼在围着店饭包吃米饭,这点倒是吓到他了,只要想一想,脑海里便会出现那种恐惧的画面,所以,他感到了恐惧,朋友讲完了这个故事,又跟我说道, 现在,你明白了吧,为什么家生饭不能吃的道理了?我笑着摇了摇头,说道,我觉得,这倒也没什么,只不过家生饭味道确实不好吃,所以还是不吃得好,至于你说的,家生饭那是给死人吃的饭, 这点我倒是听过,说道,我的理解,其实是在中国的丧葬制度中,在我们那里的丧葬上,有一个习俗,那就是人死后,要在棺材前放上一碗倒头饭,插上一双筷子,那倒头饭便是家生的,意思是说,让死走了人吃饱了饭,再走,这样才有力气走得更远,去黄泉路上。 所以,这倒头饭就是家生饭,也就是给死人吃的饭,其实,家生饭的形成,有时候,也有一些特殊情况,比如出现了不干净的东西,他们吃了饭或者其他食物,这样,就会造成家生饭,或者半生不熟的食物。 我说道,其实,你说的这个,我在我们村子里见过好几次,我记得有几次,大概是在过年的时候,我小学老师的家里,在蒸馒头的时候,每年都会出现几个怪馒头,馒头出笼后,会发现在馒头上有几个手指印, 而且带手指印的馒头,都是半生不熟的,而其他的馒头则,全是熟的。 而且,这种事情,每年都会发生在他的家里,有人说,那是他死去的老婆回家了,吃了几个馒头,所以那几个馒头,都是带手印而且不熟的。 也因为如此,附近邻居家的小孩,平时都不让去他家玩,就是怕撞见那个什么,民间常有说法,煮了家生饭是一件不吉利的事情。 这篇文章将探讨家生饭所带来的不吉利因素。 一、咬破了胃,煮了家生饭,其中的胃熟的米粒会造成口腔一系列问题,咀嚼硬饭需要更多的力量, 容易导致咬破嘴唇、舌头以及牙吟等口腔组织,给饭后的生活带来痛苦。 二、压力倍增,吃到家生饭会让人倍感压力,不仅仅是因为味觉上的失望,更重要的是对健康的担忧,家生饭不仅可能引起消化不良,还会增加身体内的负担。 三、食用家生饭会对人体产生不良影响,增加身体负担,产生肠胃不适、负胀等问题。 三、影响状元韵,在传统文化中,饭与福字谐音,所以饭饭连着福福,而家生饭则给人们的吉祥寓意带来了破绽。 据说吃家生饭会影响状元韵,因为家生饭的象征意义与高分考试不符,这给了人们一种姿态。 吃了家生饭会导致不顺利,运气不好,将来难以有好的发展。 可能这也不只是一种迷信的说法。 按照科学的角度分析,家生饭其实是不卫生的,吃了极容易拉肚子。 所以,以后请记住,家生饭不要乱吃,对此你又是怎么看的呢? 欢迎留言,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,感谢观看,我们下期再见。